来看看新闻网 引发了网友们无穷的探索欲 很快考生市镇的信息 便开始在网上显山漏水 原来这位名叫市镇的考生 是长州武庆人 是长州重点高中 前皇高级中学的应届毕业生 不过当一张市镇本人的照片 在网上公布时 网友们大吃了一惊 因为大家都没想到 原来市镇竟然是个 乖巧可爱的小姑娘 尽管距离高考结束 已有两个多月 但是随着新生报道日的临近 校友们不约而同地 享一堵市镇的庐山真面目 这波8月26日 在南京审计学院的论坛上 一篇名为 听说传说中的市镇同学 已经来到本校一帖 一经发布就引来了围观 校友们更是争先恐后地 前来敬见 天哪 陛下在此 还不速来参拜 八七 叫我们这些庸俗人 情何以堪啊 原本位于古都南京的高校里 在校友里迎来了如此霸气的新生 已经让网友感慨不已 不料与此同时 校园中潜伏了一年之久的男性学长 原名雍正的同学 竟也在此时爆了光 这让校友们大叹穿越了 快喊隔壁般雍正 有人抢他江山 五皇万岁 欢迎到南京微服私访 很快一段经典的雍正与市镇间的对话 便在网上流传开来 两人相遇 市镇先打招呼 嗨 雍正 雍正随打约 宇市镇 有趣的是 雍正市镇 驾临南京审计学院的消息 立刻成为各大网站娱乐板块的头条 而两位皇帝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南京审计学院来了新省杨明市镇 同校的一位不高兴了 叫道 俺是雍正 校长这下该臣妾告退了 史上出皇帝最多的学院 是南京审计学院 该校不但有个学生叫雍正 还有个学生叫施镇 巧合也罢 娱乐也罢 孩子的名字都倾注了父母对他的期望和祝福 因此 因为霸气的名字而成为网络红人 或许并不是家长的本意 然而 在出乎意料地被一夜成名后 不管是家长或者是学生本人 都希望尽快地回归普通平静的校园生活 没有 他的家长 没有 也没有过多的疗 我们知道是对这个事情是想 我们的立场是想保护这两个同学 也是尊重他们和他们各自家长的意愿 的确深深学子回归校园的九月 也是父母们百感交集的日子 娱乐圈的明星们也不外乎如此 在香港国际幼儿园的校园里 身着便装的亲妈陈慧玲 一现身变成为了当场的焦点 前一秒前来接大儿子留声放学的陈慧玲 还在面对镜头大摆pose 后一秒听到放学铃声响起 陈慧玲火速排入家长队伍中 等候着宝贝儿子的身影 新妈将领亲自迎接 小留声自然是得意洋洋 瞧出现在镜头前不停地晃动着 小脑袋的留声多可爱 不过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后 留声显然有些累了 在镜头前大摆pose的她 不一会儿便撅起小嘴 拉着妈妈陈慧玲往学校出口走去 随着二儿子小笼包的出声 陈慧玲一直周旋于家庭和事业奔波忙碌 但无论多忙 陈妈妈早在虾脚仔开学前一周 就已经事无巨细地为儿子 做好了一切开学的准备 她正式开学是下一个礼拜 所以已经准备了 帮她买了三角笔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那些小朋友开始学写字的时候要用的 然后也帮她剪了一个头发 就是帮她剪短一点的头发 那效果那些还是很合穿 所以都没有买新的 而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 另一位新妈小S早已和女儿们约法三章 列出诸多规矩 但在私底下 这个常在女儿面前雷厉风行的妈妈 却在为自己的严厉暗暗自责 明明从小就爱看卡通 却不喜欢小孩看太多电视 明明知道妈妈很啰嗦 却忍不住变成啰嗦的妈妈 每个人都自以为很会当老师 却忘了如何当学生 新语力大线综科报道